感恩就是囚犯協會 我以為是小學媽媽 謝謝大家 她決定妳可以接受嗎 謝謝請派桃 謝謝 探討變稱怕賠稅 燕美輕盼喚醒 派桃謝謝爸爸 每天的探訪 每天吃過粽子 就是看出過媽媽 部隊的生活裡 她會回去嗎 一早二太可憐 對 現在去什麼 請家回家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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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保後不出法院 軍情軍女中衛葉梅 與母親派行相擁 她因無法適應軍旅 前年六月潛逃英國 直到今年一月 才被遣返回台遭收押 一路海空軍刑法逃亡罪起訴 台中地院審理認定 她法治觀念不足 任性 但經過羈押 和征審程序 以獲教訓 作侵判她十個月徒刑 管刑四年 並需支付國庫二十萬 把兩百小時義務勞務 另以五萬元交保 她不出拘留室後 隨即換上母親 帶來的桃紅色上衣 和市價兩萬兩千元的LV平底鞋 前年六月 電媒因無法適應軍中生活 好望英國申請政治庇護 但英國去年底 將她逮捕 移送移民局遣返中心 她當時接受 蘋果粵洋電話採訪 哽咽表示 不能每天準時五點下班 而同袍和長官取消她年齡 組長還嫌她裝華太濃 她自備午餐不到餐廳吃飯 也被說不合群 她多次申請離職都被回绝 不得已才潛逃 而她開庭時曾表示 長官要她應酬 再帶下去恐怕變成賠稅人員 之後才態度逆轉 互稱對不起國家 使自己鑽牛角尖 對於燕媒的律師曾說 國防部沒有軍官退場機制 何一平左認定 她自願報考軍校 而需服役五年的規定 是她與國家合意簽訂的契約 她並因此享有公費待遇 和津貼等權利 國家並無不當 國防部作對於判決 表示尊重 軍情局則強調 將一規定要求燕媒 返還相關訓練費用 檢方指出 待收到判決書 再研究是否上訴 眾新聞綜合報導